那天有去立法 那裡逛一逛 他有去看房子 他也不知道什麼1.2億 你不要臭丼 你不知道1.2億 你不知道1.2億房貸會帶你 那個房仲會帶你去 房仲會跟你說 夫人 我跟你講 這裡有一個八十幾坪 大概一億多 很適合你們 準備起來 這樣子來看 一般來說我們這幾個人 聽到一億多 一般我們會跟著人家去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真的是蠻想買 一個類似要買 我們就會跟著去 參觀一下 說我明天要看一億多 你們要不要一起來 不然你如果是要買的人 你聽到一億多 我們就退了 比如說看一個一千多萬 兩千多萬 如果台北的三班族 一千萬 兩千萬 三千萬可能都還有機會 三千萬很棒 沒辦法在家了 不好意思跟屋主抱歉 你把我出去 這整個事情看起來就是 陳佩琪起心動念 想要看房子 而且他看房子的價位 超乎我們一般的想像 關鍵就是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年輕的時候 有去看過那個故宮 對面那一棟 那一棟叫什麼 故什麼什麼故宮 那他只開了一台 那個1.8的小車 開過去 然後那個警衛就出來了 先生什麼事 我說我想要來看房子 他說你有預約嗎 我說沒有 他說沒有 不好意思 然後就被請走了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他潛台詞說你買不起 對 你開這套車 你到底來看什麼東西 你是來亂的 所以陳佩琪會去看這個房子 代表第一 他有起勤動念 第二他有這個實力 對 他至少有六七千萬的現金的實力 他至少這個實力 那 絕對不值 可是 這個柯文哲市長 八年的薪水 一個月十七萬 十八萬 將近二十萬 加上一些什麼特製費 算你二十萬 加上陳佩琪的薪水 這幾年不可能可以累積到 六七千萬的實力 而且他們上次財產申報 選總統財產申報 現金剩下兩千多萬 對 所以最後一種可能 就是這一次選舉的 這一個補助款 一票三十塊的 對 他就是要拿那個錢 民眾黨有憑有據的東西 最喜歡跟人家直球對決 最喜歡罵來罵去了 他們竟然說 關於這個部分 我們就不回答了 川哥怎麼一回事 看房子 這個豪宅不是說你去暗門寧 有人在那裡 你們又要買房子嗎 不是這樣 這一定是有仲介 有介紹人 那我們一般要去買房子 或租房子找到仲介 仲介一定先問你一題 你要多大了 那你預算多少 你想要買在哪一區 那如果陳佩琪 他說他去立法院那裡逛一逛 他說他一定要去立法院 那裡逛一逛 他有去看房子 他也不知道什麼1.2億 你不要臭床 你不知道1.2億 你不知道1.2億 房大會帶你 那個房仲會帶你去 房仲會跟你說 夫人我跟你講 這裡有一個八十幾坪 大概1億多 很適合你們 陳佩琪這樣子 來看來看 一般來說 我們這幾個人聽到1億多 一般我們會跟著人家去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真的是滿想買 房子要買 我們就會跟著去 參觀一下 說我明天要看1億多 你們要不要一起來 不然你如果是要買的人 你聽到1億多 我們就退了 對啊 比如說要看一個 一千多萬 兩千多萬 如果台北的三班族 一千萬兩千萬 三千萬可能都還有機會 三千萬很棒 沒辦法在家了 不好意思跟屋主抱歉 你把我出去 現在門都是這樣 就是父母會先幫你 付投機館 比如說把你付300萬 400萬 這個有可能 然後後面就是兩夫妻 自己算一算自己的收入 有沒有可能 一個月 這個房貸付個5萬 6萬 7萬 大概一般的現在邏輯 可是陳佩琪去看 這是一億多 你說他們沒有房子嗎 有啊 他們現在有房子 他們那個房子 現在是五六千萬 那原來有一間比較舊的 很多南路 那個是在他兒子的名下的 因為棄家屬 所以他兒子已經有一間房子 然後現在又說什麼 要買一間給他的兒子 他只有一個兒子 為什麼都不買給女兒 女兒 對 這也很奇怪 你說因為兒子有一間 現在要買給女兒 就聽起來才合理嘛 怎麼都會是要買給那個兒子 然後那一棟大樓 其實那一棟大樓 有在立法院上班的 有經過立法院的 有去那裡曾看過了 經過都會想說 到底誰住在這裡 應該是有立委住在這裡 爸剛哪一個很有錢的立委 他應該在這裡 據我所知 有一個很有名的補教名師 之前有住在那裡 對 他已經搬走 因為太吵 那個上面 聽說有一個大金主的招待手在那裡 立委要去吃飯 這樣更方便 但是每一個助理都會想說 這到底是怎樣 這個房子我以前也曾進去Google過 因為想說 這哪是台北的上班 哪一棟看我好 可是你一進去Google 它成交比數很少 因為那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看 對 現在實際要登錄上面只有三筆 都是一億出頭 都是一億出頭 因為它有前動跟後動 八十幾坪就靠巷子的那一棟 你真的有關心 你還知道前動跟後動 真的起心動念 然後後來就打住了 一億多 那一億多 我們一般這樣 一億多的下一步 你就去看那個房貸試算 有這種APP 然後就輸進去一億多 然後台北市是六千萬算豪宅 所以你只能貸四成 四千八 所以你要準備七千兩百萬的現金 然後剩下四千八百萬 四千八百萬去算房貸 我昨天有幫他算 跟他最好的新光銀行貸款 算他三十年 不太可能到三十年 因為三十年 柯文哲平九十幾歲 算三十年一個月付十八萬 十八萬 好 那但是因為 他們現在大概六十五歲 六十五歲左右 大概一般人家都估到八十歲 對 所以你最多只能待二十年 對 所以基本上 不算有可能不二十 可是佩琪要退休了 還可以 就是說 因為我都 我以為他可能會算你這個年紀 然後假如漁民 現在都算到八十歲 沒錯 退休就是沒領錢 所以會不會他新竹那塊地 其實不是種芭蕾 我們一直笑他芭蕾種不出來 搞不好那塊地是種黃金 這會長出黃金 那塊地我前幾天有去 你確定有芭蕾 那個芭蕾園 但這些芭蕾都漲不高 會比較有 年到高度大概都二三十公分而已 那可能底下買很多黃金 前面有柏油漲不大 那先停車場 真的 我真的是這樣 有毒素 歷青有毒素 但是 這整個事情看起來就是 陳佩琪起心動念 想要看房子 而且他看房子的價位 超乎我們一般的想像 關鍵就是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年輕的時候 有去看過故宮對面那一棟 那一棟叫什麼 故什麼什麼故宮那一棟 很貴耶 什麼至善什麼 至善天下 我是不是提醒你了 紅國建設蓋的 至善天下 那他只開了一台1.8的小車 開過去 然後那個警衛就出來了 先生什麼事 我說我想要來看房子 他說你有預約嗎 我說沒有 他說沒有 不好意思 然後就被請走了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他前台詞說你買不起了 前台詞是 你開這套車 你到底來看什麼東西啊 你是來亂的 所以陳佩琪會去看這個房子 代表第一 他有起經動力 第二 他有這個實力 對 他至少有六七千萬的 現金的實力 他至少有這個實力 那 絕對不值 可是 這個柯文哲市長8年的薪水 一個月17萬 18萬 將近20萬 加上一些什麼特製費 算你20萬 加上陳佩琪的薪水 這幾年不可能可以累積到 六七千萬的實力 而且他們上次財產申報 選總統財產申報 現金剩下兩千多萬 對 所以最後一種可能 就是這一次選舉的 這一個補助款 一票30塊的 他就是要拿那個錢 雖然他對外宣稱 他不是說要幫助黨嗎 幫助黨 然後什麼時候 一大堆 可是我們都沒有看到 所以搞不好 就是他心裡想的是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買來當中央黨部 不可能 那也戒備身炎 當立院黨團不錯 所以我是覺得 陳佩琪這個動作 讓柯文哲在小草的心目中 最後這個最嚴重 你說前面那個帳不清 可以推給會計師 可是你們當事人 跑去看這種房子 他不是不能看 我說今天如果他們去看 假設不好意思 我舉的是譬如說連勝文 今天連勝文跑去看這一棟 沒有人有意見 因為他有實力 政壇上有錢人很多 那些立委有錢人 可以買一億的很多 那那些人去看沒有問題 可是柯文哲 你對小草標榜的 不是這個印象 所以這個事情 嚴重的毀了柯文哲的人設 不是有實力才能去看看 這樣的房子嗎 我們想看都進不去 晃哥你有沒有想看 想啊 可是進不去 對啊進不去 那種房子不是說 你打電話給仲介說 王先生那個 你那個房子 方便明天方便 你帶我去看一下 他一定我跟你講 在台北賣豪宅的仲介 他是少數特定的人 他們都會很技巧性的 探聽你的收入 因為他如果判斷說 你買不起 他根本連帶都不會帶你 我在臉書有一個聯友 他每次PO上來的房子 都是上億的 我很喜歡看他的臉書 然後看一看之後就沒了 就看完了 你現在傲宅去哪裡 他先把傲宅去看市場 其實那個豪宅是這樣 豪宅有一個圈 對啦 他不是親自在那裡 照客放在那裡說 我有豪宅 沒有豪宅其實有一個圈 很封閉的市場 有錢人的那個世界 再去處理 第二個豪宅的貸款 也不是 我跟你講 貸款不是說 我自己算一個月十八萬 我沒有沒有沒有 豪宅大部分都是現金 因為貸款 剛才你講第一個豪宅貸款 承受這四成 第二個貸款的試算 不是你自己算 貸款是說過夜 你要買豪宅來 我銀行幫你算 你的收入的那個 你去年的所得稅 要幫你算算 你可能貸不起喔 這樣就沒了 結束了 不是自己回去說 還跟他說 沒有啦 雖然我的薪資多少 但是我老公怎麼樣 我爸爸怎麼樣 沒有 銀行是這樣 那不然你看 白紙黑字的存款 你在拿證據出來 你爸爸的證據 你現在要賣順了 對 所以不是自己算說 算一算說 我有18萬 拿那個木可的經營 那個可以去弄嗎 所以他們清算 所以我們都太聳了 我們還在自己在那邊試算 一個你也試 在那邊算什麼 一個月假的 沒買過豪宅咩 對啊 我是錢 要貴啊 那你還有一張一個月假的多少錢 就這樣是我昨天算的 我想說假設可以 可以待到六成的話 不可能 一個月要付22萬5千塊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都是錯的 對 我更多餘的 銀行會直接叫你 把你所有的申報資料 包括可以幫忙你 你都給我拿出來 我幫你算 算是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啦 感謝啦 也是不好意思 就沒有下文了 不用自己算 所以會去看的那個 他一定是看準 知道說你有現金 不是說你未來可以帶多少錢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電視YouTube 電視 jaki 呢 音樂 能不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